我是一个非常多变的艺术家 可以说我在不断地去调整 不断地去变化 我们的水墨画里面 它有它自己抽象的元素 传统于当代 现实于抽象 我觉得我是不断地去创伤当中 去思考自己的绘画 我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家 一定是一个试验的艺术家 这段时间我有一个新的 探索的一种尝试 更多的是线的方式 用书写的方式去表达 我这张画在开始的时候 是用那种抽象书写的方式 它有一个线条流动的痕迹 正好形成一个人的书写的一种次序 构成了这个画面的这样的一种线的结构 实际上跟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 形成的这种轨迹性的东西 我觉得它有一定的这种关联度 然后我通过这样的一种行为 找到一种次序 建立一种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 某种书写的这种东西 跟一些现代绘画的这种构成 形成一种交汇 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 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 开始的时候都是画写实的 因为现实主义绘画写实绘画 是我们学院教学的主要的绘画方式 做了系统的训练 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 可能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很难去找到自己 所能创作的方向 我幸运的是又进入了出版社 又进入了这么多的艺术家 后来又进入美术馆 我觉得在美术馆工作当中 其实跟艺术家的交流 又跟出版的交流 又完全不一样 站在了一个当下的 对艺术的思考当中 尤其是在当下这些大师的交流 我觉得可能更立体了 这一段时间可能对我的绘画的间接性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对于我来说 其实后来这个创作 我觉得是另一种方式 我觉得很难说 它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 或者是一种写实概念 我始终认为这个抽象和写实 实际上是人的一个认知 比如说我们的视觉认知这个事物的时候 能够认知出来 它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写实的一种绘画 如果抛诱了我们的视觉认知了 它已经是看不出是什么东西了 它会变得抽象 从理性的去看我们的世界的时候 有很多是我们不能认知的东西 其实给我们艺术带来了一个新的空间 因为我自己过去的水画界院里边 有很多是画水墨的 水墨里边这种表达 其实产生了一种基因 我不自觉的我会去产生某种连接 这个绘画的其实上跟中西方的绘画的元素都有 因为我们看起来这个毛笔用的是这个像墨一样 其实我用的是油画颜色 它调的是油 它跟水墨它有区别 因为水墨可能它有更细腻的那种效果 我要的是那种直接的比较强烈的这种线的感觉 所以说我改成这样的一种表现 可能对那种线条的力量更强 西方的抽象画里边比较重视这个点线面 就是这种直线或者三角或者是方形 这种这个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组合形成的一种刺心 在中国画里其实它更多的曲线 我用这种曲线比较多一些 其实我不管是油画给国画的这样融合 我很多材料都会融在一起 比如说色粉 泥土 各种胶类的东西 其实这种也不是太新鲜的尝试了 我们看到这个夏加尔的作品的时候 它里边水粉油画 什么水彩 素描 色粉 全部融在一起 材料的这种多元的尝试 确实能给我们绘画带来一种新奇 比如说我们古典油画里边这种表达 它有一套完整的成绩 它用什么样的颜色 用什么样的油去调和 如果你做一个不断试验 不断创新的艺术家 你就要不断地去打破这些东西 我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家 一定他是一个试验的艺术家 其实国外对我的绘画的评价有各种声音吧 我觉得有好有坏 尽管我是学着西方的油画 但是我拿出去展览的时候 他们总觉得这就是中国艺术家 这就是东方的 所以说这可能是在学业里边的 我们尤其是在当下来说 是一个西要不断创新的一个时代 艺术家可能给我们带来的 这种新的想象空间 其实我觉得是很大的 我小时候离开艺术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墙上的绘画 有很多雕塑什么的 这些我们觉得是艺术 其他不是艺术 但是你今天你要说 装置 影像 摄影不是艺术 那肯定大家都说你不懂艺术 对吧 这个艺术的认知也在不断地去拓宽 所以今天的艺术 从一种功能上 对当下的作用来说 它就代表了一种创造力 其实中国的艺术家 也在不断地在传统艺术上 做自己的拓展 或者是在思考我们 传统艺术跟当下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在这种思考当中 不断推荐我们的新认知 这个传统是变的 不断地通过交流来拓展我们自身 我们这个传统才存在 所以说传统的意义 更多的是今天的创新 才能带来我们未来的传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